哈囉 嗨 各位Kissie吧 我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出來出外景 耶 是一個超級任務的概念 好久 要千里尋尸 好久沒有回到校園 沒錯 而且剛剛一回到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高雄市的明華國中 然後剛剛一到就看到有人在拔河 好熱血喔 真的 所以今天要帶大家重溫一下校園時光 我們這次的教室節專案叫做 樂善好吃大目擊 所以就為大家目擊到了高雄 欸不只高雄喔 沒有來自台中台北 高雄的哥哥好老師 但我們今天特別選了一位 他很瘦到小朋友的愛戴 明華國中二年三班的湯老師 對 他有個外號叫湯包婆婆 那也是學生幫他取的啦 就說因為他裡面包的餡料 都是一些大道理 跟我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也請到 我們明華國中的家長會長 傅惠仲 歡迎美麗的二姐 大家好 等一下他會帶我們一起進去突襲老師 所以你剛剛有先跟小朋友setting過嗎 有稍微提一下 好那我們就跨不多說 把握現在上課的時間 要偷偷進去 一起走吧 好的我們現在已經在教室外面了 好緊張喔 有聽到老師在罵人嗎 好可怕 好緊張喔 那我們就準備要出發囉 希望可以成功 GO 好緊張喔 buradan 群馬哥 教室節快樂 祝您教室節快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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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樂的花 祝你老鮮快樂 我們是Kiss Radio的DJ 我是美格老師好 老師好 老師好 我是Kiki 我是喜好客 老師好在罵人對不對 我們在上課 我們在上課 我們有一點點小緊張 因為我們今天是受到同學們的報名 所以決定要來選出一位 我們覺得最棒的樂善好吃 然後突襲班級 所以我們今天現場有準備一些驚奇 老師現在心感想如何 因為他們上一節課才被我罵很多 現在有點內重 不是 我一直跟他們說 其實最好的教師姐禮物就是上課最好的表現 對 其實對老師來說應該就是這樣 對 任何一個老師 其實最希望收到禮物就是同學上課最好的表現 對 今天很有心 他們有準備了一些小小的禮物 謝謝老師 教師姐快樂 謝謝老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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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要問 今天是 是誰幫老師報名的 婉欣 婉欣 婉欣在哪裡 那為什麼會想要幫老師報這個 樂善老師的活動 因為 因為 老師常常在講大道理 對 老師常常在講大道理 我說一天到晚都會講大道理 大道理 老師我想要把老師的大道理分享給大家 太棒了 謝謝你們帶我們認識 那麼棒的老師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時間交給老師 老師就要上線了 我們來聽一下 哈囉 小小小小小快樂 老師你是教英文的對不對 對 對 你可以跟我們稍微聊一下說 你在教英文課的時候 跟其他老師有些什麼樣子不同的地方呢 我可能會比較希望就是鼓勵孩子多做閱讀 嗯哼 嗯哼 那希望他們透過閱讀去拓展他們的生活視野 嗯哼 對 再次恭喜老師囉 今年度我們選出來的樂善好食 再次給你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你 謝謝 來搭合照好不好 好 好 小小小快樂 好